在奥特曼的世界中 要想战胜强大的对手 光凭自己本事不一定够用 有时还得借用他人赠送的神器 才能保证你转局势 比如赛罗的帕拉吉之盾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 用神器可不是奥特曼的特学 不非宇宙人和怪兽 也会拥有相当逆天的装备 今天 阿泽续来和你解析几个 非奥特曼使用的特殊神器 1.星矩丸 首次出现于梦比欧斯奥特曼第16话 星矩丸是宇宙剑豪扎姆下 在无形之中再度抬高 所有梦名前来挑战詹姆下的对手 例如马格玛星人 加尔坦大王 巴尔基星人 无一不是以失败高中 但在詹姆下前往地球 挑战西卡丽奥特曼时 立心百战的星矩丸 形态九度已经达到极限 梦比欧斯的光剑 使星矩丸射到了近乎折断的神伤 因此在以西卡丽的对决中 星矩丸最终意外折断 然而战败 并不代表星矩丸就此刻意 在梦比欧斯外传小说 为了守护的太刀中提到 扎姆下在宇宙游里头中 偶遇了光之国的传说级人物 奥特之王 奥王用神力 轻松修复了星矩丸 所以扎姆下才能戴着他的爱刀 再次不到地球拯救同伴 并且帮助西卡丽奥特曼 用星矩丸在黑暗皇帝 安培拉西人身上 留下了三万年前 与奥特之父对决留下的伤疤 之后的第二道伤疤 能让奥王开光的刀 星矩王还是头一把 风神也算理所应当 2.格兰特护甲 安德鲁少战士 安德鲁·美洛斯 他和利物特奥特曼一样 是银河救援队的成员 全身绿色太空袋 制成的宇宙护甲 是其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而能够凌驾于宇宙护甲之上的装甲 正是在本篇后期出现的格兰特护甲 格兰特护甲 是古代安德鲁族科学家 开发的传说中的巨重兵器 他被隐藏在地球的南极洲 由女战士安德鲁·弗洛 负责保护他 不受敌人攻击 这个令反派古拉军团 都实现了终极兵器 拥有十倍于 美洛斯宇宙护甲的力量 可以无限制的放大 缩小身体 或是穿越到任何地方 他与安德鲁·狂盗之间 被称为安德鲁族 传授的三剑神器 在安德鲁·美洛斯第四的话中 美洛斯入手了格兰特护甲 兵手四手装使用 而在大截局的决战中 为了对付莫尔德 吉娜 咒达三人组合而成的古阿 美洛斯将格兰特护甲 无情献祭 最终成功打败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 银河格斗中 我们无法看到他 使用格兰特状的理由 三 黑暗铠甲 首次出现于 孟比欧斯奥特曼外传 全称为黑暗魔改装 黑暗铠甲 这是安培拉新人 为了再次兴奋奥特之心 而制造了有自我意识的武器 实力相当强悍 反派Boss马格马提督 沃鲁钢 也穿了一件类似的仿制品 这足以著名黑暗铠甲 在雨中中的影响力 究竟有多大了 除了防御力极高的铠甲本体 着装者还会得到 两把出场标配的装备 黑暗三叉戟 和宝剑暗黑纹布 其中暗黑纹布的锋利度极高 甚至可以切开他自己的盔甲 与赛罗的究极赛罗之间对次 也就能够达成五五开 如果与安培拉新人 以外的不善于使用者 一滴登陆铠甲的话 穿上后会立即被铠甲吸收 然后在宇宙各地暴走 奥特赛文曾经被黑暗铠甲 吞出过身体 唯独雷布拉德行人 复活的贝利亚奥特曼 以及漫画中 七人合一的孟比欧斯 无限形态 没有收到铠甲控制 4.蛇心剑 蛇心剑是尖角行人 加古拉斯加古拉 随时携带的配件 拥有人类状态下 能够轻松刺杀 与日文的硬度和锋利度 早在欧布奥特曼前传故事中 扎古拉就已交 蛇心剑的用法烂熟于心 并且自创流派 将自己的剑术 明明为蛇心楼剑法 代表剑 蛇心剑拔刀斩 是扎古拉的最常用必杀 往往能够一击致命 具体使用形式先变万化 存在多种颜色的版本 威力也可以自由调整 最常处理下 甚至可以击杀 超越物理法则 过程的机器怪兽 加拉特龙 后来经过一段苦练后 扎古拉内心的不公平 对宏感的恨意 黑暗的力量 都达到了尖锋 最终练成自创了 远程必杀技 蛇心剑星月斩波 人类状态时使用 可以发出此次的星月斩波 直接劈倒大楼 博人形态时释放的话 则是红灰色的星月斩波 不仅具有强大的切割能力 还能造成持续性伤害 初次使用 就准备了欧布奥特曼 或许在泽塔奥特曼中 加古拉也曾多次使用过星月斩波 除此以外 蛇心剑还可以知道防御屏照 抵御各种携带的攻击 或是感知到别墅的强烈力量 则打TV中 加古拉之所以能随时找出 巨星生命题在类部落 就是因为使用了 蛇心剑的感知能力 等同一次再定位功能 最后 蛇心剑甚至还可以帮助加古拉 或者其他奥特曼的变生器 做出自己专用的黑暗版本 理论上来说 每次可转加古拉 都能靠蛇心剑拿到新玩具 想想都相当的快乐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看新铅的关注支持 这里是阿子 我们下期再见